DJ是派对中的灵魂人物 2007年开始举办的世界DJ大赛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0位顶尖DJ 在15分钟之内混合三种不同曲风的音乐 这次的台湾参赛代表说 好的DJ要有创意 要有自己的肢体语言 要跟群众互动才能够拿得奖杯 熟练的打叠技巧混合各种不同的曲风 无论音量节奏每一首歌都接得恰到好处 掌控全场气氛的DJ是派对上的魔法师 被观众抬起来的DJ叫做丁丁 结合电音以及台语老歌 荣获世界DJ大赛台湾区的冠军 今年夏天就要前进世界舞台 如果音乐上调性不太一样 我们就是可能会重新去改变这音乐的调性 然后或是找其实类似的东西 所以等于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 结构上的部分 世界DJ大赛3Style 2007年首次在加拿大举办 参赛者必须在15分钟内 混合三种以上不同曲风的音乐 现在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共同参与 要当一个称职的DJ 必须具备娱乐性 还要为听众带来新的体验 选歌以及气氛营造 就成为最重要的功课 今年的台湾冠军叮叮还是学生时 就非常喜欢听音乐 18岁后开始接触到DJ创作 表演风格横跨爵士 He-Hop O-Score等不同曲风 他说DJ就是要把观众跟派对连接在一起 这个比赛会对台湾的一个DJ文化 会有一个重新洗牌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技巧 我可能要技巧要有创意 要配歌还有自己的一个肢体员 对群众的互动这样子 今年的世界DJ大赛谁夺冠 又有哪些惊喜的突破和演出 非常令人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